单季来临,上海的商场门庭冷落,消费降级的阴霾笼罩在高楼林立的商业界。 今年,外贸形势愈加严峻,出口企业苦苦挣扎。 订单骤减,工厂只招30岁以下的农民工。 消费,出口,就业三大难题重重叠加,未来的阴影越来越浓厚。 以下先跟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片段。 上海消费降级下的商场现状,曾经风光的保乐会如今已经没什么人了。 旁边的北医商业界更加的惨淡。 经济下情,大家都没啥钱了。 今天是做拼多多的第15天,已经连续第4天没有单子了。 到底我们电商人的出入在哪里? 平台一再压价,一再降低你的利润成本,甚至亏钱,去还能做吗? 重庆的房价现在涨到腰上了。 我18年买的房子,有地铁,有学校,有医院,花了我91万。 现在挂80多万没人要,算上房贷我亏了20多万。 现在重庆八九千的这个次行方随便选。 像我身后的这种老小区五六千到处都有,反正我是整不会了。 太匪夷所思了,兄弟们。 这里是上海的某一个商场,我送外卖路过这里,看到很多的商铺都已经闭店了,都已经关门了。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 按说口罩时期已经过去了,已经全面放开了。 应该是蒸蒸日上越来越好才对。 为什么这些商家都要纷纷的闭店了,三年都扛过来了,为什么选择现在关店? 我知道的兄弟可以在评论区里说一下,我们理性探讨,理性讨论一下,理性分析一下,为什么现在放开以后反而会有这么多的店关店啊。 搞过餐饮的朋友都知道啊,餐饮行业是一个强现金流的行业啊,据我观察啊,这个商场附近全是办公楼,鞋子楼,工作日的时候啊,应该会有很多的附近的办公楼的人,工作人员过来就餐啊。 有一些白脸精英人士啊,工作日的时候不想外出,这些餐饮当口依靠外卖也应该会活得很滋润啊,因为附近的办公楼真的是非常多。 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们啊,你们所在的城市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? 下班越来越糟了,我也是做防晒衣的嘛,然后的话,马上就到他们的淡季了,估计再过一两个月,他们那里就不要人了,很明显的感觉到白天都没什么活。 然后楼上的话,本来就是说只做一到两个月的供期嘛,嗯,可能五月中旬,中下旬就结束了。 多日节有个好处,就是时间比较自由,我之前经常喊我去,就建制的一个小姐姐,她让我10号的时候去另外一个地方,那边费用比较高,所以我就答应她了。 我其实现在也不喜欢上这种固定的班,做日节其实挺好的,只是说那些比较有意思的,都在比较远的地方,然后费用又比较低,我要开始物色下一个工作了。 当辞职的都苟着吧,今年找工作不是你感觉难,而是真的特别难,一般都会遇到这两个极端,一方面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,另一方面是好的企业根本招不到合适的人, 今年的企业都想用极低的工资来招纳高素质的人才,很多企业中高层放在现在,根本简历都过不了筛,却对候选人各种要求,另外环境不好大家会趋于保守,明明跨界人选可以带来不同行业,不同领域的经验,让企业有更多创新,但部门找人时却偏好那些来了就能立刻上手,最好之前做的是一模一样工作的候选人,这种招人标准却在目前的市场大行其道, 找不到工作真的是因为拖不下孔一几的长衫吗?孔一几的长衫拖下容易,穿过去可就难了,好的企业会接受只有服务员或者保安工作经验的网届生吗?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,现在的就业形势有多严峻,只有正在找工作的人才能明白,我们只是想要一份稳定,能保障起码生存的工作罢了。 兄弟们呢,外贸的苦日子要来了呀,随着香港展广交会陆续开完,除了机械模具等行业订单增长外,其他的产品制造业没有迎来报单啊,做外贸的兄弟们,未来三年,大家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啊,现在啊,世界就像一个火药桶,一点就涨。 美国呢,经济也好不知道哪里去,近期东南亚国家汇率大跌啊,国内方面呢,以前欠下来的那些债总是要还的,我们这些小老板啊,要度过难关,首先企业不能太臃肿,每个岗位啊,都要人尽其用。 其次,我们自己啊,要去一线,去感受市场,倾听客户的声音,永远要相信一个事实啊,城市在天,谋事在人啊。 未来外貌怎么办,评论去说说。 接下来,我们看看今天的内容。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,上海不仅是商业中心,更是消费市场的风向标。 然而,近年来,消费力持续下滑,商场里人流量锐减,尤其在淡季更为明显。 过去,购物中心曾是周末,节假日的家庭娱乐首选,而现在,许多消费者宁愿待在家里网购或寻找更便宜的休闲方式。 商场人流量下降,商户生意清淡。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,商场管理方和商户不得不加大促销力度,通过打折,赠品等方式吸引人流,甚至演入娱乐表演和餐饮活动。 但效果甚微,空置的店面不断增多。 原本因以为好的高端品牌门店逐渐减少,取而代之的是更低价的连锁店和折扣店。 消费降级成为新常态,中高收入群体的购买力下降。 消费者普遍更谨慎,将消费重点转移到日常必需品和性价比更高的商品上。 高端品牌受到冲击,奢侈品、电子产品的销量持续下滑,反映出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信心不足。 中国经济多年来依赖外贸驱动,但全球供应链的动荡和贸易壁垒的增加,让外贸局势变得异常严峻。 全球经济复苏法力,主要市场需求疲软,再加上地缘政治紧张,使得中国的出口企业举步维艰。 美国和欧洲等传统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大幅下降,来自新兴市场的订单也不如预期。 西方国家对中国商品施加的关税和贸易限制,使得许多企业不得不寻找替代市场和转型策略。 制造业作为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传统产业,曾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提供了强劲的动力。 然而,现在的工厂在劳动力招聘上显得越发挑剔。 许多企业只愿意招聘30岁以下的农民工。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,导致大龄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逐渐被边缘化。 许多50岁以上的工人被视为效率较低,技能不足,无法适应新的生产流程,被排除在招聘之外。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,也难以逃脱被年轻劳动力替代的命运。 在淡积消费疲软,外贸订单减少,就业压力剧增的背景下,中国经济正面临严峻的挑战。 消费者信心下降,出口企业订单锐减,劳动力市场竞争愈加激烈,所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, 使得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。 决策者需要意识到当前经济放缓的深层次原因,并果断采取应对措施。 以遏制消费意愿下降,劳动力市场萎缩的趋势。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,应更加注重解决结构性问题,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。 今天先说到这里,欢迎大家在影片下方讨论,留下宝贵意见。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,我们下期再见。